我讨论了一个华红半导体1347 有个朋友问 他有货的 但没有说多少钱买入 他就说上网多少 NAMU 譬如说上海复工复产 或者他接近 好像之前有个消息说他回A 可否刺激或者带动他的股价 再进一步上升 我想主要回A位置 多谢 帮大家做多一点点功课 就是你看看五月头 华红半导体突然股价大跌 其实整个五月份 它都是一个大上大落的状况 五月头的大跌 那时突然间美国又说 可能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公司 有一系列制裁 更加可能关于制裁他们 不让他们买相关燃材料 甚至是主张地说 半导体那些 总之中美关系上 在这个层面上 有一些进一步转恶劣的状况 但是近期经常都说 一说到减关税 这些因素市场又会觉得 中美关系有机会改善 是 自然又会炒回你的股份 最重要是有回A 所以我觉得你说半导体 就真的大上大落 你买了这些股份 我们第一方面就劝告 你就一定要天天看好贴士 是 突然间面对着 突然间有些美国新的制裁方案 是关于这个行业的 肯定吃的 是 你不要吃完整支大阴烛的时候 才问走不走 是 一定叫你走 是 而走了之后 你就会看好像五月结果 是 25元自己洩 现在30元 是 白烛 就会有这些状况 是 所以我想短线来说 这些股份一定是 短炒上落大的 是 你这个位置肯定去追 刚刚升穿五十天线 那就用回五十天线 29.8元来做止烧位 不穿了 你就博它 试试看上去 32至33元这些位置 所以有得炒的 是 好过你去到回A前一天 你才就是追 是 道理就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穿五十天线 就走了 所以这些短炒的股份 就留一些弹性部署给自己 这一刻 建议的策略就是 以五十天线来做止烧 但五十天线很近 是 那就打给你去止烧 如果你要短炒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短炒 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这样 不需要经常看着个市去做短炒 是 而那些是做不到的 这些叫离地式短炒 是 这个就是绝对不主张地做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短炒 第一方面问自己有没有能力 可以贴着看个市 是 我知道大家都要上班做事 可能做不同其他事 是 但是其实过去一年经历过很多次 大家可能想 喂好地地 下午一个消息吸引力 我们无端无尽一成 是 就是这些股份就会有很大机会 出现这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短炒是可以 进一步炒上的 是 比如说中长线来说 这些位置尴尬 我觉得就 你要面对着起码一成的风险 是 就是回A来说 对我来说都是挺大的憧憬 就是譬如883 或者之前 不要这么说的 941 都是回A前都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你觉得 在华控半导体身上 就不可以复制之前那两个股份的走势 那中心回A之后都不可以 是 这个是的 就是不可以一概而议 是 老实说那句我们不会 就是价值股充竟回A是可以的 是 这个很缺乏价值股的 是 但是这些增长类型股份回A 就 其实炒味更加浓的 是 但是去到真的回A之后 散碎那一刻 是 我记得主要一个问题 我很担心就是中美贸易的那些因素 是 就是特别说 半导体行业向来 都是最常常的 风眼 就是风眼位 但是问题又 现在有回A 因为回A又真的很炒 是 我觉得在未有真正的明确消息前 短线充多一阵 没问题 但是 所以村50元就走 真的有村50天市就走 就是这么简单 好